哈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健康这一班的主持人大豪 说到度假打工 很多青年朋友很向往的一个机会 可以赚钱又可以玩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但真的是别人所说的这么好吗 是否有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呢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 邀请到外交部公众外交协调会 副执行长 暨外交部副发言人李宪章先生 李副执行长你好 主持人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那今天要跟副执行长 来聊聊这个度假打工的一些相关话题 那什么是度假打工计划呢 近年来这个外交部积极推动 度假打工计划的原因跟目的是为何呢 主要是这个青年度假打工计划 是我们外交部跟国内政府部门相关部会 配合政府政策协助我们青年 跟国际接轨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工作 目的是使我们让我们国内18岁到30岁或35岁之间的年轻朋友 能够到国外去深度旅游 然后也能够长时间在国外 比如说进行游学 乱级进修 也能够合法打工 不仅能够累积这个人生的阅历 能够培养独立的生活的能力 也同时拓展国际视野 这个对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也好 国际移动力都非常的有用 那当然是以度假为主打工为辅 希望透过打工来支助你在国外的生活的需要 当然是可能有一些条件上的一个限制 刚刚副执行长有讲到年纪大概是18岁到35岁 是 是 那这个大好就没有机会了 我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 好啦 那希望我们的年轻的朋友 多多可以用这个机会 那目前呢 这个可以申请度假打工的国家有哪些呢 那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 或是它的一个打工的期限为何呢 是 目前我们跟全世界有14个国家 签署了度假打工的协议 那么在亚洲的部分 我们有跟纽西兰、澳洲、日本、韩国 那么北美地区就是加拿大一国 那么其他在欧洲有9个国家 包括德国、英国、爱尔兰、比利时 跟斯洛发克、布兰、匈牙利、奥地利跟捷克 那每个国家对年纪的限制 一般来讲18到35岁 不过捷克比较特别 捷克是26岁以内 26岁以内 那么打工的时间 每个国家规定 大部分都是一年为主 那么有三个国家例外 奥地利度假打工的时间是6个月 那么澳洲是可以一到两年 英国是两年的工作期限 所以那这个安排都是互惠的 对方给我们多久 我们就给他多久 是 好 那如果我特别提问另外一个问题 是的 那副警长 那像如果是之前有去过 可以再去吗 一个人 一个国家只能去一次违宪 一个国家只能去一次 但是如果你对这十几个国家都有兴趣 那你当然可以分 一个国家结束之后 你可以申请到另外一个国家 是 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好 那像许多学生在就学时 就有申请就学贷款 毕业之后也没有存款 诺想这个申请 出国这个度假打工 扩展这个国际视野 政府是不是有提供一些 相关的贷款申请呢 有的 我们其实这个青年度假打工计划 是一个配套的 配套的措施 那个协调各部会 既有的资源跟资讯 那么教育部这边 就在这个架构下面 他们有一个青年海外生活体验的 专案贷款 如果你年龄是在20岁以上 30岁以下 你都可以提出申请 不管你是自住旅行 那个时间最少要两个礼拜 游学至少一个月的时间 那么度假打工 也是最少一个月以上 你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 你都可以申请这个贷款 那么贷款的金额 原则上是以这个 上限是12万元 每人只限生贷一次 那么贪还的这个费用 就是分将来 你借完款之后 未来五年 你平均现在的利率 大概是2.53吧 三五年贪还 所以平均一个月 大概2600多块台币 2600多 对对 好 其实应该不会负担很大 所以就是政府考虑到 年轻朋友可能刚毕业 没有什么存款 那也希望不要造成家人 爸爸妈妈的负担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特别的安排跟规划 那么如果是中低收入的家庭 也就是说家庭的年所得 在新台币114万元以下的 可以优先办理 而且不用提具这个 30%这个支配款 这个是对我们中低收入 家庭特别优惠的一个安排 真的是设想周到这样 好 那像有意这个出国 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 的一些建议或是提醒 那度假打工应该要特别注意 哪些事项 还有当事人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才能说确保这个度假打工 期间可以比较平安 充实愉快这样子 是的 这个主持人提到 这个非常的重要 也是我们国交部 跟相关部会一直在努力 也在扩大宣导的 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特别是你出国到海外 一个人可能很多 没有离开出院了 离开爸爸妈妈的照顾 所以到海外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些 除了事前应该做好 一些准备的功课之外 到海外我们也有一些 一些很重要具体的提醒 包括我们要强调一些 七步五药的观点 什么叫七步呢 就是不非法打工 不预取拘留 不酒醉驾车 也不超述 然后不从事危险 或违法的行为 也不收来路不明的包裹 我们要提醒的一些事情 那么五药要大家积极的 要确保自身的安全的话 要注意职场的安全 要遵守当地交通法规 开车的时候要小心 那么要构主医疗跟伤害保险 还有出国的时候 要随时跟家人保持联系 那么出国前呢 也可以上我们外交部的领务局 办一个出国登陆的 把你的联络方式留下来 当然如果你在国外 发生意外事故 需要我们住外的代表处 或办事处提供协助的时候 我们有你的联络方式 可以马上跟你联络 这些七不五药的观念 你的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如果要 有想要说准备出国打工的话 应该要多用心准备 这个七不五药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这一点 大豪也觉得蛮重要的 前阵子这个澳洲 这个媒体有披露说 英国啦意大利啦 还有香港 还有我国的青年在内 这个度假打工 那青年呢 遭受到这个澳洲雇主 基欠或是说科扣这个工资 或是超值工作 还有这个遭骚扰 等等一些对待的一些事情 那外交部是不是有什么建议 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年轻朋友 让他们知道说 在打工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如果这个打工期间 遇到有一些不当的待遇 是不是有一些救济的方式 或是申诉的管道 那可以确保这个青年朋友 应有的这个权利呢 是的 这个相关媒体报道 这些是一些 有些个案 但是我们基本是个案 因为我们目前澳洲 是我们台湾年轻朋友 出国最受 度假打工最受欢迎的地方 目前办了我们13年以来 已经有将近20万台湾青年朋友 到海外度假打工 其中到澳洲就将近16万人 所以澳洲这一块 是我们大家工作的一个 最受欢迎的地点 所以出去的时候 第一个 这个度假打工的时候 一定要跟雇主签立工作合约 工作合约 不要打黑工 打黑工你就容易被雇主剥削 对 那所以你要打的是白工 要跟雇主根据当地的劳动法规 跟雇主签订书面的契约 契约里面要赞明有基本工资 保险 还有加班时数 加班费这些劳动权益 第二个就是要请雇主给你投保 工作医疗保险 万一你在工作时候发生意外 受伤才可以得到给付 那么同时间呢 你为了保护自己 因为你总是工作一个地方 可能工作三个月或半年 你中间一定会周末假期 你一定会离开 开车去到处玩 或到别的地方去旅游 这个时候也请大家一定要买医疗 伤害医疗保险 伤害医疗保险 出国的时候不管你要待多久 你这个全程的医疗保险都要涵盖 免得你在国外医疗费太高 你如果没有医疗保险 你会造成家里很大的经济负担 那么同时间国内的健保 在你出国这段时间也要继续保留 因为你有相关的理赔 国外的医疗费 你才够回到台湾来 跟我们的健保署申请理赔 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很重要 因为其实之前大豪也有听过说 因为可能是打黑工 那可能就是因为什么生病 身体不舒服 然后又不敢就应 然后就去买一些药来吃 可能对身体也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问题 而且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如果说遭到苛扣工资或剥削的情况 会受到骚扰 这个说我们在外交部的网页上 有一个青年放眼事件 有一个青年度假打工的平台 那个专区里面就有提供了 出国海外度假打工的应该注意的事项 包括各国的国庭资料 交通法规 还有一个仲介 比如说你申请透过仲介来找工作 你被仲介剥削 或仲介有一些不合理的安排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申诉的平台 上面有各国的申诉机构的联络电话 那么如果你还不懂 不想怎么处理 你也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们外交部 或是给我们相关的驻外管处 他们会协助你跟当地的相关的机构 提出相关的补救的措施 其实还是政府单位会替我们做一些保护的措施 一些辅助的方法 那最后请我们的副执行长 像除了以上面所谈的一些重点 那还有没有这个外交部 所要提醒度假打工青年朋友的一些事项呢 那是不是可以从哪里 可以取得度假打工的一个完整资讯呢 好的 这个资讯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在外交部的这个网页上 青年度假打工的平台 这个专区里面所有的资料都有 那重点就是说 譬如说你在国外去 我们还特别提醒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外交部在全球外管 118个管处 都有24小时择机的行动电话 所以你在国外 不管你是出国旅游也好 度假打工 你要发生任何急难救助的事件 需要我们外管帮忙 你都可以打这个急难救助的电话 那外管的同事不管是睡觉 开车 这个吃饭 这个手机他们都会待在身边的 那开车的时候 你平常如果你要租车开车 也要特别注意到 那个地区那个国家 是不是给我们有免试换驾照的待遇 目前我们跟中华民国政府 跟90个国家跟地区 有前有这个互换 免试换驾照的这样的待遇 在14个度假打工的国家当中 有6个国家 包括日本 韩国 比利时 阿尔兰 斯洛伐克 波兰 跟澳洲有8个地区 还有加拿大有8个省份 都给我们国人免试换驾照的待遇 所以你出国之前 你可以拿我们的国际驾照 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台湾的驾照 还有护照到当地区更换 但是因为国外的环境 驾驶环境跟法规不完全一样 所以出国之前也要特别 开车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 避免意外 因为过去年澳洲来讲 总共有14起国人在海外 在当地意外死亡的案例 其中有8件 都是因为交通事故 所以要提醒青年朋友 出国开车要特别的小心 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 是的 好 那今天真的很高兴 邀请到我们的外交部 这个公众外交协调会 我们的副执行长 还有继外交部副发言人 我们的李宪章副执行长 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么度假打工的一些资讯 希望我们的青少年出国在位 不管去到哪里 都要非常小心注意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再邀请我们的副执行长 谢谢大好主持人 还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你 感谢 再见 拜拜